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秘语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案件 首先 一名57岁的男子瑞奇 戴尔·艾维被控在河滨市性侵至少两名儿童 面临超过20项指控 包括6项强奸未满13岁受害者的指控和16项性侵指控 其次 多伦多市中心发生一起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 一名无固定住所的男子被捕并面临多项指控 包括性侵未成年人和持武器袭击 最后 纽约市一名女子在康尼岛海滩木板路附近 被两名持刀男子强奸 其中一名嫌疑人是来自尼加拉瓜的移民 面临一级强奸和性虐待等指控 这些案件揭示了社会中潜在的危险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8月的早晨 一片惊慌笼罩着戴顿市 当地媒体报道 一名男子涉嫌在河滨市性侵和强奸多名儿童 面临超过20项严重指控 57岁的瑞奇戴尔艾维被控强奸 未满13岁的受害者6次 另有16项性侵指控 这些指控源于2016年2月19日 至2024年2月18日之间的多起案件 受害者均是他亲近熟人的子女 根据蒙哥玛丽县法院的记录 艾维已于8月1日被河滨市警方逮捕 目前仍被拘留 保释金设置为25万美元 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谴责 周四 她将站在法庭上 面对那些受害者的声音和她的命运 这一案件在当地社区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许多家长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恐惧 担心自己的孩子是否也遭受过类似的伤害 在遥远的多伦多市中心 另一幕令人震惊的性侵事件 也让市民们陷入恐慌 The Toronto Star报道 警方在街道报案后 迅速前往Front Street West和Bay Street地区 处理一起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 嫌疑人是一名无固定住所的57岁男子 他在晚上7点50分 接近并性侵了一名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 随后还用武器袭击受害者 并损坏了受害者的财物 嫌疑人试图逃离现场 但警方最终将其逮捕 据悉 这名男子被指控性侵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 持武器袭击 普通袭击以及损坏财物 他预计将于周一出庭 警方呼吁任何知情者联系他们 提供更多线索 此案件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 市民们希望警方能够迅速处理 将罪犯绳之以法 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而在纽约市 布鲁克林的海滩木板路旁 一场可怕的噩梦正悄然上演 Fox News报道 一名46岁的女子 在康尼岛的冲浪大道和西十六街附近 被两名身份不明的人接近 并在持刀威胁下被迫倒地 其中一人强行强奸了她 当时 一名34岁的男性受害者试图干预 却被另一名嫌疑人用物体击中 受害女子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 情况稳定 而她的男友则拒绝接受医疗 警方很快确定了两名嫌疑人 24岁的大卫达逢·伯尼拉 和37岁的利奥万多莫雷诺 两人均为无家可归者 消息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 达逢·伯尼拉因一级强奸和性虐待 等多项指控被捕 是来自尼加拉瓜的移民 莫雷诺则面临二级袭击的指控 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点 靠近一间收容寻求庇护者的酒店 据悉 达逢·伯尼拉此前在4月初 因刑事性行为被捕 这一连串性侵案件 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 引起了广泛的公众谴责和媒体报道 每一个案件背后 都有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和社区的震惊 各地的警方正在加大力度 调查和处理这些案件 力求还受害者和社会一个公道 这些案件不仅仅是个别的犯罪行为 更是对社会安全和法治的严重挑战 在不同的城市 受害者们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但他们的遭遇却有着相似的痛苦和恐惧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都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和法律的保护 而每一个罪犯 都应该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 随着案件的进展 公众的关注点也逐渐转向了 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许多人呼吁 加强对儿童和弱势群体的保护 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学校和社区应该更多地开展安全教育 提高孩子们的防范意识 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 同时 警方和司法部门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性犯罪行为零容忍 确保每一个罪犯 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 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安全 公正的社会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 无忧无虑地成长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首先要承认 性侵儿童和性犯罪 是我们社会中最为恶劣的罪行之一 这些罪行对受害者和社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这里 我们需要了解背景和数据 美国司法部的报告显示 仅2019年就有超过六万起儿童性侵报告 然而 这仅是冰山一角 因为许多案件并未报告 这些数据令人震惊 但也凸显了我们需要更加严厉的法律 和更好的教育来预防这些罪行的发生 楚天书 我们当然都同意性侵儿童是不可原谅的 但你的解决方案 更严厉的法律和教育 听起来就像是要求人类进化到无罪世界 不过 现实是 法律在严厉 犯罪者还是会存在 这些人就像是会钻法律控制的老鼠 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超过70%的性犯罪者 在出狱后五年内会再次犯罪 与其花钱在更多的立法和教育上 我们应该投资在更好的心理治疗和预防措施上 这些罪犯需要的是心理辅导 而不是更多的监狱时间 谢七七 你说的心理治疗当然是重要的 但你难道不知道心理治疗的成功率有多低吗 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数据 性犯罪者的治疗成功率仅为10%到20% 与其依赖这种低效的治疗 不如直接将这些无可救药的罪犯永久隔离 这样可以确保他们永远无法再伤害其他人 顺带一提 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 对性犯罪者实行更长的监禁期限确实有助于减少再犯率 因此我们需要更严厉的法律来保护我们的社会 楚天书 你这种观点听起来就像是要把所有的罪犯都扔进一个大监狱里 然后丢掉钥匙 但不要忘了一些国家如挪威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 重点在于犯罪者的社会重建 而不是单纯的惩罚 挪威的再犯率仅为20% 而美国则高达60% 这说明了什么 人们不是天生就是坏的 他们需要的是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 而不是永久被隔离 挪威的再犯率低是因为他们的犯罪数量本来就少 这和挪威的人口结构 社会福利制度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而美国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超挪威 因此需要更严格的法律制度 再者 性犯罪者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群体 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模式 并不能简单地通过社会重建来改变 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多层次的防范机制 包括法律 教育 治疗和社会辅助 来共同应对这个问题 楚天书 你的多层次防范机制听起来 像是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我们不如直接聘请福尔摩斯来破案好了 现实是 预防犯罪应该从根源做起 比如儿童的家庭环境和教育 研究表明 很多性犯罪者在童年时期 就受到过虐待或忽视 如果我们能够早期干预 给予这些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犯罪率自然会下降 花在这方面的资源 效果会比单纯的法律惩罚要好得多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